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大家好,同学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课文了 上次已经讲到第三段,对不对? 今天我们从第四段开始看 Certaines fêtes d'origine catholique 有一些来自于天主教的节日呢 又用到了bien que这个表达 虽然说,他们呢,在很大的程度上 这是一个副词短语啦 就是在很大程度上 有很大一部分都怎么怎么样,对不对? parti指的是部分 还记得我们之前学过 faire partie de 是什么什么的一部分 那这里呢,我们再记一个跟他有关的 另外的表达 en grande partie 在很大程度上 bien qu'elles ait en grande partie perdu leur caractère religieux 虽然他们很大程度上呢,已经失去了他们宗教本身的特色 嗯,我们可以把这个副词短语去掉来看的话呢 这句话是不是就用到了一个虚拟式的过去式 bien qu'elles ait perdu 因为是已经失去了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完成的时态 又是跟在bien que这个短语后面 所以就用到了一个虚拟式过去式了 前面变成虚拟式的这个er 就是助动词avoir的一个变位了 对不对? 那这句话呢,可能比较难看出来 因为他把那个副词短语加在助动词和动词中间了 所以这里提醒大家去看一下 他是用到了虚拟式过去式的 那这些节日呢,虽然说已经很大程度上的失去了自己宗教的特色 但是,我们注意啊 如果句子当中有bien que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表示虽然什么什么 那我们按照中文的思维呢 肯定是虽然但是,对不对? 但是在法语里啊 就不需要把这个但是给表达出来了 因此我们这句话当中后面直接说 这里就不需要再加一个me表示但是了 那他们成为了什么呢? 就变成了假期 而且是legal 法定的 其实就是我前面说到的 另外一种表达了 而且更加强调了 它是法定的 非放不可的 那这里我们学习一下conje这个词 它呢,就可以指我们的假期或者节假日 那关于conje呢 我们会有几种表达 比如说 他正在放假 être en conje 那我们注意一下 être en conje和être en vacances的区别啊 vacances是度假 肯定是出去玩了 那être en conje呢 反正他没来上班 那我也不知道他究竟干嘛去了 对吧 那可能是一个年假 也有可能是请的假 总之 他只要没来上班 在假期里 那就可以用conje来表达 比如说 Pierre est en conje Pierre呢 他已经请假两个星期了 être en conje 那如果我要说 我请了一天假呢 Pentre un jour de conje 那请两天呢 Pentre deux jours de conje 三 jours de conje 都可以往上面加 这是我们请假的说法了 那在课文当中呢 是说 这一些节日啊 现在呢 都变成了法定假期 他们呢 和一些其他的假日一样 让他多数的法国人 得以延长自己的 商修日来 Permettre à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允许某人 做某事 所以在课文当中是 他允许 他多数的法国人 让他多数的法国人 Et comme les autres jours fériés re别的假日一样 2 让他们得以 延长了休息日 比如说 这天如果刚好是 星期五或者星期一 那是不是双休日 就变三休日了 嗯 那如果我要说 这一天 刚好是一个星期五呢 这句话要怎么表达 比如说 今年的情人节 正好是个星期五 这里我空出一个动词 后面是 un vendredi 也就是说 我可以用一个动词 就表达出 这一天正好是 什么什么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动词呢 这是我们这一课要新学的 我们来看填上去以后 cette année la saint valentin dumbe un vendredi 没错 这个动词就是 dumbe dumbe我们以前学过 是掉下来的意思 对不对 摔倒 掉下 都是dumbe 那这里我们要讲到的呢 就是它的另外一个意思了 指的是 恰逢 刚刚好 在那一天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它的原意 来进行一地的隐身啊 它不左不右的 偏偏就掉在这一天了 所以是 cette dombe un vendredi dumbe的这个用法呢 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 要掌握的 其实用起来非常的简单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接着来看课文啊 刚才说到 这些假日呢 能够让他们延长自己的双休日 et il leur permettre même leur permettre 这个leur 是一个 见兵人称代词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permettre a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et donc il leur permettre même 甚至能够让他们 de faire le pont 让他们 faire le pont 这个表达 从字面上看 能够让他们去 做个桥 是吧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文章的后面 只有解释 a condition que 只要 le jour ferrier 这一天的假期呢 dombe 就是刚才 刘尼老师讲到的 恰逢 un mardi ou un jeudi 如果说正好是一个周二 或者周四的话 这一点想起来挺难过的 对吧 比如说周四放假 周五又上班 然后后面又双休日了 或者是先一个双休日 周一上一天班 又周二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那在我们国内呢 现在是调休对吧 就把他们三天并在一起 换一换 还是比较人性的 那法国那边呢 他就更人性了 他们有一个习惯 就叫做 ser le pont 也就是 假如这一个假期 是在周二 那么 他们会把周一那天 也放假放掉了 大家就直接连放四天吧 这个就是法国人 ser le pont的一个传统了 在中间架一个桥 把那一天呢 也连上了 大家都不用上班了 听起来还怪羡慕的呢 对不对 好 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法国人 ser le pont 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文章后面也解释了 Dance can 在这种情况下呢 en effet 事实上 il est rare qu'on travaille le lundi ou le vendredi 周一或者周五 还要工作的情况呢 就很少了 sul unique 那当然还是要看情况的 et c'est fait l'euse son 那刚才讲到的这些宗教的节日呢 有哪些呢 它下面给大家列举出来了 嗯 我们在前面的词汇课之后 再来看这些节日 应该都认识了 对不对 我们一个一个 再来复习一遍 s'est fait l'euse son bac 复活节 注意啊 也是不带贯词的 这里还标出了日期 le quinze août 八月十五日 la douce 诸圣 詹里节 是在 le premier novembre 11月1日 那这里注意一下 doussin的拼写啊 我们注意是连在一起的 没有中间的那个 太均用的啊 有些同学可能 看过书本上的说 诶 书本上那个不是 du 然后 然后一个连字符 再加sand的吗 是不是那样的拼写也可以呢 书本上我们注意一下啊 它是因为 doussin这个词 正好分在了上下两行 那法语当中 我们在书写 或者是在打印一些文件的时候 如果遇到一个单词 比较长 没办法挤在一行里面 一定要分成两行呢 就会这样 在前半个的最后 加上一个连字符 表示它还没完 后面还接着半部分 在下面一行的 所以书上的那个连字符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并不是这个单词拼写当中自带的 所以 la toussin 出圣詹礼节 et enfinnoël 最后呢 还有圣诞节 同样也是没有冠词的了 le 25 décentre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些节日 就比较熟悉了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 说到了noël 作者呢 似乎特别有话说 圣诞节呢 毋庸置疑的 是法国人最喜欢的一个 荷家欢聚的节日了 la fête familiale familiale和family也是同根的 那它是一个形容词啦 指的是家庭的 一个家庭的节日 那肯定是大家都聚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 荷家欢聚的节日了 这里就用到了我们这一节课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发点啦 就是复合关系代词 那它在这一句话当中 代替的是 这次a引出的间接病语了 我们把这个关系同句补充完整 是说 好 看懂了这个关系同句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这句话中用到的这个表达 那首先我们认识一下 attacher这个动词 它指的是 系上 栓上 或者捆上 这样的一个动作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句话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会听到呢 Nous vous prions d'attacher vos ceintures et de ne plus utiliser vos ordinateurs Merci Nous vous prions d'attacher vos ceintures et de ne plus utiliser vos ordinateurs Merci 大家应该都能够判断出来啊 这可能我们以后在做听力的时候 也可以用上的 它是在飞机起飞前的时候 广播里会说的一句话 Nous vous prions 我们呢 请大家 d'attacher vos ceintures 记好你们的安全带 et de ne plus utiliser vos ordinateurs 并且呢 不要再使用电脑了 Merci 谢谢大家的配合 所以呢 系上安全带 我们就会用attacher这个词了 那在句子当中用到的是 它的一个过去分词形式 être attacher 那从字面上理解呢 就是被和什么什么记在一起了 对不对 所以它首先有一个意思是 和什么什么联系非常的紧密 那再进一步呢 被捆在上面了 根本都离不开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看到一个明星长得非常帅 说我的眼睛根本就移不开了 对不对 被钉在他的脸上了 所以呢 这个词组也可以引申为对什么什么非常的眷恋 非常的喜爱 比如说 elle lui est très attachée 他非常的喜欢她 而且是非常依赖的那种 elle lui est très attachée 所以我们记住这个表达 因为现在的社会呢 可以说是一个消费社会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consommation就是消费这种行为 那我们还可以记一个跟他同根的名词 consommateur consommatrice 一看他指的就是某些人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是消费者 consommateur consommatrice 那为什么说 avec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呢 这点我们也应该深有体会啊 现在不管是什么节日 我们过节的方法似乎都是在买买买 送送送对不对 情人节啊 包括我们国内自己的七夕啊 圣诞节啊 其实都是送礼物的一个机会了 因为现在是一个消费社会 那我们文章当中呢 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avec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ces cadeaux sont de plus en plus nombreux et de plus en plus coûteux 这些礼物呢 送的越来越多 然后还越来越贵了 好 这边的这个副词短语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de plus en plus 就是more and more 越来越怎么怎么样 être de plus en plus nombreux et de plus en plus coûteux 越来越多 越来越贵 那如果要说越来越贵 怎么样呢 当然也可以说 de moins en moins 那他们呢 既可以用来修饰形容词 也可以用来修饰 副词 比如说他跑得越来越快了 il coure de plus en plus vite 它其实就是在形容词 副词的比较极的基础上 来形成的一个表达 对不对 好 我们接着看 后面一句话的开头呢 就用到了一个新的动词 inciter 鼓动 缩食 促使 所以我们可以 inciter quelqu'un a faire quelque chose 就是鼓动某人去做一件事情 促使他去做 par exemple 我老公呢 一天到晚 鼓动我 去换个车 inciter quelqu'un a faire quelque chose 那 既然可以 鼓动某人做某事 我们也可以 被别人 鼓动 对不对 être incité par 在什么 什么的鼓动 下 那我们现在 买东西 最容易 被什么鼓动呢 当然是 la publicité 广告啦 所以在文章当中 也是这么说的 inciter par la publicité 在广告的鼓动下 des foules de gens 指非常多的人 une foule 它本身就可以指人群 群众 而且尤其强调 数量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我们说 une foule de gens 就是一大群人 那des foules de gens呢 那是不是更多了 所以这里呢 也是强调 非常多的人 des foules de gens remplissent les magasins qui font pendant cette saison les plus grandes ventes de l'année 这句话呢 比较长 但是其中 其实没有什么 新的生词了 那同学们 自己能够看懂吗 也是 里面有用到 一个关系重据的 如果觉得 有点困难的话呢 我把这句话 拆开来 大家可能就会更好理解一点了 它是说 在广告的鼓动下呢 des foules de gens remplissent les magasins 人们都跑到店里去 买东西 remplir les magasins 把那些商店都挤满了 第二句呢 les magasins font les plus grandes ventes de l'année 而这段时间呢 也是这些商店 一年当中 生意量最大的时候 ils font les plus grandes ventes de l'année 在这段时间 也就是 在圣诞期间 那我们课问当中的原句呢 其实就是把这两句话 连起来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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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rs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请不吝点赞